已经知道AX3次方减2AX平方加AX加B 除以AX平方加AX减1 于是呢是2AX加3 好就是这个被除4除以除4于是会长这样 是求出现在里面的位置数AB 还有呢求出来的上 这时候我们就只能乖乖的 唱出法拿出来用咯 好那再写我们的 不管是除4或被除4 请你一定要看有没有缺项 缺项记得补0 来三次两次一次常数没有缺 那我们就把系数写下来吧 三次的两次的一次的跟常数的 好那你做习惯之后呢 其实不用习惯了第二次你就会知道了 有未知数的麻烦你空格补大一点 好好来除4两次一次常数 所以1加1减1 好的我们要来做咯 来1乘上1就会得到1 后面呢就带上来了 1减11没了 负2减1所以是负3 那这里A减负1所以就变A加1 B放下来 再来1乘上负3 这里一样带着写 1减这个没了 来A加1减负3 所以就是A加4 再来这里呢就是B减3 这一坨 就是 我们的余式 好那这里呢就是 A加1一次 然后这里呢就是常数 然后这里呢就是常数 所以相当于2A开始加3 好来 A加4等于2 所以A呢就等于负2 再来B减3等于3 所以B的值就会等于6 所以B的值就会等于6 那商呢 在这里 好常数一次所以 X减3 好就这样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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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